也许明天没有谁 陪我走过潮汽潮落 本教程由威风银制作 学唱歌向威风银 大家好 我是威风银高级声乐指导老师浩铭 在前几节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 有字需要你有不错的普通话 需要你在唱歌的时候呢 有字靠前显得亲切 同时呢 你的嘴皮子要去练得利索一点 那么除了这些呢 其实还有很多注意点需要我们去关注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一个字 看成字头字符字尾 拿这个汉字天 我们来举例 天 拼音是 t e n 对不对 那么把t看成是字头 e 看成是字符 n 看成是字文 那么在唱歌的时候 一定注意你的咬字 字头要轻要快 如果你把字头咬得非常重 就很容易去破坏你的发声 就比如如果我去读 t 如果我把声读成 t t 很重 它就容易破坏你这个喉咙里面的发声状况 所以呢 字头要轻 同时如果你的字头读得非常重 像 po 呃 这样的音 非常重的话 很容易造成这个爆麦的现象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在唱歌的时候 字头一定要轻轻的 这个一定得注意 那么字符呢 中间的e 就是字符 字符我们要去省略它 要快速的 因为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么长时间 可以让你表达字符 没有必要读得非常自认枪文 唱得非常完整 我们可以直接归到n 归到这个尾巴 归韵 n上面来 如果你在唱歌的时候 把这个字符表现得过于完整 那么唱歌会变得很奇怪 举个例子 我的天空今天有点灰 会不会觉得是一个神经病在唱歌呢 所以啊 中间这个字符一定要省略 没有必要这么自认枪文 可以唱成 我的天空今天有点灰 这样就很正常了 听上去也比较好听 字符一定要省略 刚刚也直接带过去了 一定要归韵到字符 要快速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总结一下 字符要轻 字符要省略要快速 直接归韵到字符上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在读汉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练习 天 对 灰 这样的音 一定要 注意这个 我刚刚讲的三个原则 所以每天坚持 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练习一样 咱们唱歌 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 你 归牙 对 z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